大家好,繼續帶Harry在身邊跟我們聊天 Harry 你好 你好 我們上一節談談本地零售股 亦發現百利國際編號1880 今天來說是升得最美的一隻 暫時現價方面升超過2%,佈16.2 那麼多隻本地零售股 又或者是內需方面 你都特別點名選這隻 我想和你探討多點這隻股份的細節 我想談談百利方面的銅店銷售數字 今次來說 你見到百利只有2.8%的增長 如果你比起這一行其他股份 分別有7.38的利潤達方面 它的銅店銷售反而做得好一點 見到有9.1% 另外一隻210達富利方面也不差 銅店銷售方面有5% 反而來推介百利國際都做得一般 有甚麼原因 我們看到這幾隻女裝鞋類的股份 我們見到百利國際 本身在第三季銅店銷售方面 只是增長2.8% 這方面我反而推薦給觀眾 為什麼呢 主要是會見到 其實整個行業 我也是看著第四季 有一個谷底回升的趨勢 我們見到百利國際 在上一次也說過 其實在規模上 比起李信達 又或者達福利方面 其實真的大很多 其實他們本身店鋪的數目 只有940多間 如果你說對比起百利方面 有超過一萬間 在內地的一個銷售網絡來說 其實就有少少蚊比和牛比 如果你說看回本身 就是百利國際的一個品牌的數目當中 我自己特別看好 其實他們自己自有的品牌 比如說Bell 士加圖 或者是GP JAPA 這些整個不同的牌子 其實在內地的知名度 也是非常響的 如果你說看回 對比起達福利 又或者是 說的是李信達那方面 集團的銷售目標 或者方向會有少少不同 他們都是主打一些 一二線城市的一些銷售 這方面我相信 如果你說看回整個 衝景翻整個行業是轉好 特別是見到 因為那個經濟的動力 去加強的時候 去對回一些內需 或者不同的零售銷售的股份 做回好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反彈動力 是會比起其餘那兩隻大的 如果說對比起本身的規模來說 我想特別去提起 那麼大的時候 其實對於他們自己的擴跌能力 又或者行業預覽的幅度來講 其實本身的防守力會高一點 所以我會去看回 白例這隻股份 是在行業裏面 特別如果你說看回 由城鎮化當中 看到下去內需 又或者不同消費當中 選擇女裝鞋裏面 究竟選哪一隻呢 為什麼我會看回這隻股份 是有價位首選的 因為就大隻一點 比較穩陣一點 另外也說了 就是7300 李信達方面 他們其實在較早時份 都出了一些銷售數字 說到第一季的總銷售 按年升 就是17.2% 同店銷售增長 剛剛都提及過 超過9% 也看到股價方面 也有個不錯的攀升 問問你 他的公司 李信達方面 在較早時份公佈了 他們公司 沒有意去賣盤 仍然 維持未來的派息比率方面 有4.5%至5% 其實這幾隻股份來說 是否 李信達方面 派息也為之高一點呢 我也看到 李信達之前發佈了 他們本身的上一季的 一些銅店銷售數字 或各項的營運數據 是給到一個市場的驚喜 看到他們的銅店銷售數字 有9.1%的增長 跑贏了其他的股份 但是本身 都要說到 如果你說看回李信達的話 我覺得自己較為 明智一點去 compare 就應該 compare 回達芙尼方面 特別見到他們的產品定位方面 其實都會是比較三四線的城市 亦都會見到他們的 不同的一些銷售數據當中 例如零售點 或者數目方面 其實跟達芙尼是差不多的 如果說看回這兩隻股份當中 究竟是說 如果我們覺得 百例是太大隻 本身的股價裏面不太動 如果說看這兩隻 會否說好一點 以本身的鞋類行業來說 其實你說 那麼多隻股份 我們包含除了這三隻之外 還有狗興、千百度 甚至做拖鞋的寶峰 這些都是category-wise 變成了女裝鞋類的股份來說 我都會比較看好這兩隻 股價的表現來說 當然會比百例做得比較多 如果你看回 李信達自己本身的表現當中 現階段股價的走勢 去到兩個半這些位置 投資者我都覺得 如果看回這隻股份作為一個 短炒 反而是一個比較明智的作用 雖然剛才剛才說到 本身那個派息表現 其實是做得不錯 但是你說股價走勢來說 不如再用一個短炒 賺價就好過賺息 看回兩個半這個位置 我個人覺得有少少高 在現階段來說 如果看回李信達這隻 股份當中 去到兩個四以下 才買入 直播空間會高一點 我自己看來講 就會保守一點 看回這隻股份 暫時短炒的看法 目標價看回兩個六這個位置 剛才講到這個板塊 跟進另一隻 我們都說了很久 就是210 達芙尼國際 這隻股價表現方面 暫時升一毛錢 報10.3 其實這隻在高盛方面 也是看好的 有些原因 說到達芙尼高增長 他們在高增長的情況下 也佔了市場一個比較領先的地位 亦都說到他們的女裝鞋方面的前景 亦都有一個改善的情況 轉眼的收入和盈利 或者是會高出市場的預期 我先問問你 達芙尼方面的情況又如何 如果你說達芙尼的情況方面 本身其實這間股份公司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銷售情況 都做得不錯 只不過不會推介給觀眾 現階段買入 因為本身的股價表現 在這幾個月 由7.2或7元以下的位置 上到10.3元 我覺得股份的升勢就差不多了 以現階段來說 看回本身那份業績來說 我都特別有留意到高盛這份報告 亦都見到 他們列入了確訊買入名單 的確是挺看好這間公司的 但如果看回他們本身的盈利增長目標 其實今年設定比較低一點 見到他們只是增長作為12%的目標 我自己覺得股價表現 就已經是 升得超過自己本身的盈利增長目標的表現 如果你說看回本身的 集團的銷售點 或者品牌的數目來說 的確它是多於利增達那邊 即利增達那邊的一些品牌 例如見到他們本身的達福利 或者是鞋跪這些品牌當中 其實做得比利增達那邊大 但我覺得本身的股價表現 或者未來的銷售情況 會否保持得到 我都要有些時間去考慮 特別見到他們的銅店銷售數字 只是只有5% 但他們本身集中在一些 三四線的城市當中 我覺得 未來的炒谷底回升的狀況 究竟會否說 比起百例那方面做得好呢 這方面就很值得 投資者去參考或者思考 我都會覺得 這隻股份來說 如果你買鋁裝鞋的話 不妨留意百例或者是利增達 另外也跟進 高盛這份報告的一些內容 講到達福利 去年第四季的銅店銷售增長 達到26% 所以只要公司需要 在今年的第四季增長 只不過有6% 就可以達到今年全年的12% 增長這個目標 雖然相對來說 是低於市場預期的5% 但也可以成為股價積極的趨化劑 將目標價調升到 由11元去到11.9 評級方面是確信買入 都可以留意 這節的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了 謝謝Harry 在我們鞋版塊的分析 做回申報 剛剛提及的三隻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Harry 這節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開始解答家庭觀眾的 電話問題 大家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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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